欢迎收看 命运好好玩 大家好 我是何篤霖 来 赶快欢迎我们今天命运的老师 首先欢迎周应君老师 大家好 接下来欢迎李玉佩老师 大家好 来 接下来欢迎艾菲老师 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聊的是 聪明房子养老术 财富自由不是梦 我们大家都好想 每天睡得饱饱 身体健康只要醒过来 都是赚到的一天 活越久赚越多 来欢迎几位特别来宾 来跟我们聊一聊 首先是ET Today的新闻云记者林玉峰 周应哥好 大家好 恭喜你出新书了 谢谢 周应哥 翻身上班族的财富自由之路 对 我们当上班族算是领的是死薪水 但是假如要好好的努力 很快就财富自由了 他凭什么 他这么年轻 他已经可以了 我可以 我已经40了 才40 我们等一下好好来问他一下 可要跟他学习 来 接下来欢迎我们特别来宾 欢迎吴中纯 哈啰 大家好 来 接下来欢迎这位彭怀恩 彭教授 你好 我们先问一下玉峰 你跑这么多报道 这些媒体 你帮我们做一下整理 对 就是说我们知道说乙房养老 就是跟银行 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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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拿钱出来 然后过我们人生的最后一段 说其实除了乙房养老之外 观众朋友注意 还有留房养老 还有卖房养老 还有捐房养老 这都是什么 对 独立哥 你想想看 我们忙活了大半辈子 我们就是买了一个房子 然后我们付房贷什么意思 我们每个月丢个五万六万 付房贷丢到房子里面 这就像是一个铺满 我们小时候不是在存那个租工吗 那我们存进去之后 等到你有一天你年纪到了 你需要用钱的时候 你就可以把这租工 慢慢一点一点拿出来 那这房子就是你最好的租工 好 我们看看 独立哥刚才讲的 乙房养老 留房养老 卖房养老 捐房养老 大家比较熟悉的 其实应该是乙房养老 这意思就是说 我有一个房子 好 比如在市中心 好 在这附近两千多万 我就把这个房子 拿去跟银行反向抵押 以前我跟银行借钱嘛 对不对 我现在是把房子 我压在你那边 但是你一样给我一个额度 比如说你两千万的房子 你给我一千五百万的额度 你每个月分三万五 或是五万五你给我 以前是我们拿钱去还房贷嘛 对不对 现在不是 现在是银行你把钱给我 那你想想看 这日子就很好过 他不是给一笔 他是一个月一个月 对 一个月 他不会一次给你 为什么 因为很多无良的子孙 就躲在旁边 如果我给你一笔一千五百万 你马上被人家洗走了 那是不是就有纠纷了 对不对 那你又炒在跟银行 要房子回啊 那一个月五万 就是给到一千五百万 对 就是给到一千五百万 那你不用担心 如果你找了一步离开的话 比如说你领到了一千两百万 那你就走了 那余额三百万 你的继承 你的子孙就可以领 但是你要注意 如果你设定了 一个月要领到十万 结果你钱领完了 你还没走 还很健康 对 还很健康 那时候你就要省吃俭用了 就要很小心了 因为也发生过 有些人太阔挫 每个月十万十万 然后就分给小朋友 分给外面的朋友 时间还没有到 你钱就用完了 真的有这种案例 有啊 有啊 那这时候又可以 以为是我人生的最后一段 就没想到 他就是长命百岁 对 就长命百岁 你就活太久 可是以防养老 现在有一件很大的问题 你知道吗 我们今年到目前为止 我们大概以防养老 跟银行贷款 才两百九十九亿 不多 两百九十九亿算少 非常非常的少 半数的金控 都没有做到以防养老 为什么 因为子孙会去挡你 子孙 当然啊 比如说我爸爸拿房子 去做以防养老 那到时候等到我爸爸百年之后 我就要用一千五百万 我要偿还贷款 才可以把房子拿回来啊 对不对 所以这样的话 很多的子孙就会去阻挡 所以这个在台湾 现在推是推的比较困难一点 如果你怕你的儿子女儿在旁边 啊 爸 卖啦 卖啦 那你就留房养老 可是这有一个问题 什么要留房养老 我房子还是我的 但我还是需要养老金嘛 对不对 比如说我自己住一间 我外面还有五间 那我就把五间丢出去 比如说丢给篤林哥 你帮我拿去出租 现在很多的社会团体 他都会帮你出租 那你出租的钱 是不是就变成你的生活费 如果你空租 你可能这个月就少一点 可能就只有一万两万 你就省吃俭用嘛 对不对 是少一点 但是如果你五间房子 都顺利租出去了 你不要举那个五间房子的例子 顶多住一间 还有一间 对对对 好我们再来一次 我们住一间 然后还有一间 如果住出去了 你每个月有两万三万 就当你的生活费 那这个压力就比较不会那么大 因为子女就会觉得说 反正这也是爸爸妈妈的房子嘛 那如果直接租租 爸爸妈妈拿去用 重点小孩不是看 每个月的这个钱 重点是看后面的房子 对不对 等到百年之后 房子还是你的啊 所以呢这个刘房洋老师 现在目前市面上 就是大家比较能够接受的啦 最后留给子女的 对啊 最后还是留给子女 这个不充 那第三个 第三个就直接卖掉 这个第三个卖房养老 跟乙房养老最大的差异 就是说 我把房子拿去跟银行抵押 银行会减价 什么叫减价 比如说两千万的房子 他只会带给你 就是我只会发给你一千五百万 为什么 他就怕如果房价往下走 那如果资不抵债怎么办 你的资产抵不了 你有负债 所以呢你只能拿到一千五百万 但是你走了之后 这房子就是银行的 所以有些人会觉得说 你这样给我东扣西扣 我干脆就卖掉 以台北市的房子 两千万来讲的话 你卖掉之后 你身上两千万现金 你不一定要住台北市 你可以住到宜兰 你可以住到基隆 或是住到比较南部 现在很多地方好得很 比台北市舒服 你住到那边之后 那你想想看 你这两千万要来干嘛 你去买一些固定收益的债券 比如说像是美国十年起 大家都讲 十年起的美国国债 是无风险的 很少有机会倒 除非世界大战 或是宇宙有宇宙怪侠 来毁灭地球 那你就把这两千万拿去 放在这里面 慢慢地升息 那这个卖房养老 也是目前大家 就是可以接受的 但一样 就是会有一些子女 会有意见 这个捐房养老的话 通常就是没有子女了 就没有子女 他也没有人在那边吵你 但是你想想看 你最怕的是老来 西夏无子 老来没有人照顾 这个捐房养老 是大概 就是二年的时候 有个郭先生 他想做一个方法 他非常的聪明 他在南海路 植物园那边有一间房子 他就想说 我卖掉之后 我有钱 但没人照顾我怎么办 他就找伊甸基金会 另外一个问题 对 他就找一个基金会 然后跟伊甸基金会讲说 我把这个房子 我终究 因为我没有子女 我终究会走 我留给你 但是你可不可以 在这个过程当中 就是我人生 最后一段路 你派人来访查我 如果我要去看医生 你帮我找看护 陪我去看医生 然后再陪我回来 你就是请老人 来陪我吃个晚餐 这样也很好吧 最后一段路 有人陪着你 然后等到他走的时候 南海路的房子 就捐给了基金会 基金会就把它做成 一个类似宿舍 那那个房子的产权 就是基金会的 所以你就不用再付他钱 这样对这些 就是社运团体 我觉得来讲 也是一个很好的办法 那问题是 捐房养老就没有钱 没有钱 对 他就是说 你只是赚到一个 有人关心跟照顾而已 对 如果你没有子女的话 你最后一段路 就是有人陪着你 可是这也要很小心 你就是要找一些 像伊甸那种很大的 或是你不要随便找一个 小小的团体 就是杜林哥来来来 我照顾你后半辈子 结果最后房子 被人家洗走 所以你还是 有这种事情发生 有啊 就是 这个确定 一定要找大品牌的基金会 对 好烦恼 来我们这边问一下 周英勤老师 哪些生肖命格的人 有土司有财 老来免烦恼 对 很多人都觉得说 有土司有财 以前我们老祖宗的仪姓 就是这样子 用皇帝产来养 一步一脚印 最保守最安全的方法 还是这样子 对 来 我们来看看 有些生肖的人 他真的就是 有土司有财 老来免烦恼的人 如果说你是属老虎的 那你在农历的午夜生的 而且是晚上的七到九点 因为它刚好 它就是一个组 这个组合刚好是 鸚鸚鸥系三合 它会化火 它化火来讲 它会来生这个土 土就是刚好是土地 它是一个火库 财库的库 那因为这样子下来 它就变成说 它从来一直就会 很努力地赚钱 因为它就是怎么样 它就会去生人 所以它对他来讲就是 一直想要赚钱 一直想要赚钱 再辛苦再怎么样 他都一直要想要赚钱 所以他赚钱就是 要买房子 赚钱就会买房子 一直都是在除戏 一直在存钱 这种人到后来 他会五湖四海 庄严满满 他一直在除戏 一直在存钱 而且一直存钱 就是买房子 因为戏是稀土 那因为土 他就会想要皇帝产 所以他就会 一直在买房子 那因为你到处买 买到后来就会 五湖四海庄严满满 再来就是 乙房养老可以 为什么它的优点那么多 它可以取代刚才所说的 什么 卖房养老 卖房 你房子就卖掉了 就没了 是 乙房养老 房子还在你手上 你还住在里面 卖房养老 你能住在里面吗 不许 再来就是 如果是属蛇的人 如果在农历八叶 刚刚好是丑食 丑食就是凌晨的一到三点 这个组合也是 它就四游丑三合 它是会化金 因为金会来生土 土会来生金 就是你的财库会来生理 那这种人通常走到哪里 就是朋友会很多 他会很受人家喜欢 走到哪里大家都喜欢他 因为这里也有朋友 那这里朋友就 来... 再买一件了 那跟我们在一起 那你没有那个 只要我帮你看管 我帮你租出去或怎么样 就帮你的忙 这里也是 那里也是 到后来它就会变成 四面八方 皇产富足 因为它只要买房子 这种人他只要一买房子 房地产就涨 只要一买就涨... 而且会涨得很舒服 所以他走到哪里都很快乐 因为他到处受欢迎 朋友都会帮他的忙 看我自备还不足 怎么办 那朋友还说 没关系 我帮你挺一点嘛 就这里就买一间 好像正在我家隔壁嘛 我帮你看着嘛 就这样子一直到后来 就是四面八方 到处都有 皇产富足 好 还有的人就是 属猪的人 如果是在农历二叶 他是害卯胃 那胃食就是在下午的一点到三点 他就害卯胃也刚好是三合 那他三合是画木 那木会刻到他这个胃食的土 他就是这种人就是很辛苦 很辛苦 一直赚钱 他是从小就会立定志向 我就是无论如何就是要赚钱 我只要 我的一辈子没有任何的想法 就是想要赚钱 我就是想要存钱 我就是想要有钱 就是一直这样子 所以他这个状态就是会对人家 人家会觉得说 这种人就是感觉好像 前面前几名几名 觉得说他这个人不太那个 没有人情味 但是问题是 他一直就是立定志向要赚钱 他就是要赚钱 所以他其实赚钱 赚得很辛苦 但是他也能够天难地悲 亚额多多 他也是到处都有房子 到处到后来他那个租 这里也租出去 那里也租出去 那个钱都会从他的银行里面进来 是 他就不用怕说 我吃老子要怎么 吃老子没钱花不会 所以因为他会有亚巴儿子 我们刚刚讲亚巴儿子就是房产 亚巴儿子会来养他 所以天难地悲就到处都有 就是很多房子的意思 是 谢谢老师 来... 我们曾经讲过以防养老 都听好多 但是我们今天特别请到 彭教授来到现场 我们常常讲 有一天我要是也能够 以防养老 已经退休了 可是还有钱 让我每天过生活 我每天醒过来 好无聊... 一直想今天要玩什么 要吃什么 彭教授是我们崇拜的偶像 你选择了以防养老 说可是最主要是考虑 退休之后的所得替代率 对 所得替代率是什么 譬如说我们教授退休的时候 那时候 像我 一个月的薪水是十万块 十万 那如果我 退休以后 我每个月可以拿九万 就是替代率就是九成 如果七万就是七成 五万就是五成 是 很简单 是 这样再算 所以您 您这个退休金是三万八 对 那您太太是劳退 她领两万四 所以您跟您太太退休收入之后 加起来是六万多 对 六万多 那 但是退休前每个月 是十万块以上 这就是等于是 六成的替代率 对 差不多 差不多 那 葡萄特您当初为什么会想到 以房养老 因为我在国外待过 所以国外就有所谓的 reverse 就是我们叫做逆向抵押贷款 逆向抵押贷款 刚一风说的 逆向抵押贷款 用白话文说就是 年轻时候你付房贷 是 等到房贷付完的时候 你退休的时候 房贷慢慢退给你 reverse 反转给你 像我太太的 我们用以房养老的话 我太太六三岁 开始以房养老 我们是有三十年 每个月就是 我们在合库 合库就每个月就进 两万块到她的账户 大家喜欢听清楚一点 彭教授现在是 深坑有一个房子 以房养老 九十平 还有两个车位 室内在六十八平 所以很舒服的房子 是给合作金库的 对 三十年 每个月两万 那这样子三十年 就可以拿到多少 你十年是两百四十万 三十年其实只有七百多万 所以很多人说 那你到那时候钱不值钱 其实很多人不知道 以房养老 它有非常多的操作技巧 对 比如说你过了十年 你可以重新评估房价 然后重新抵押 借薪还救 都可以 而且以房养老可以 为什么它的优点那么多 它可以取代刚才所说的 什么 卖房养老 卖房你房子就卖掉了 就没了 以房养老房子还在你手上 你还住在里面 卖房养老你能住在里面吗 不行 对不对 其实我对于很多的 特别是军公教 是 我朋友大部分都军公教 我都说只有两条路 因为现在军公教的年金 都减半 慢慢逐年减少 所以我说如果你们要过一个 比较宽裕的老年生活 是 只有两条路 一个以房养老 一个就是信托 刚才其实后面的 其实你卖房 你的钱也可以拿给银行信托 是 那那个还有如果没有子女的 没有子女的 刚刚说捐房养老 所以以房养老的最早 政府推的时候 是捐房养老 最早 但很短 因为国人 捐房养老的这种概念 好怪喔 我都 我又还没 有吐息 还有气 还有一口气 你叫我杀手 那推不动 手就松不开 你知道吗 那推不动 对啊 捐房养老这名字 所以后来就变成 其实只有两个了 就是以房养老和信托 这样就简单了 然后朋友说 那您是有经验的 我能不能跟您请教 以房养老有哪些要 特别注意的地方 很多人去以房养老的时候 就发现 其实银行不愿意承接 为什么 想要财富自由 它的前提就是 一定要什么 节流 然后要开源 然后把你开源节流的 这个钱拿去做投资 是 因为你想要财富自由 光靠你那一点点的薪水 那个死薪水存死钱 你是没有办法 达到这个自由的 所以你要有很强烈的 一个企图去 然后去找财源 那这些财源来了 增加你的这些一些收入 很多人去以房养老的时候 就发现 其实银行不愿意承接 为什么 因为 其实你房子不值钱 银行 银行不是慈善事 你房子如果没有 一千五百万以上 我是觉得银行可能没兴趣 银行 银行 银行这么贪婪 银行这么大小眼 当然 银行本来就是赚钱的 一个金融事业 所以房子要最少一千五百万 对 因为我刚才有提到 就是到目前为止 金管会就有跟这些金控讲 你们十几家竟然有超过一半 到今年 今年都已经九月了 竟然一件都没有 为什么 因为他就觉得说 你这房子 大概台北市 我就觉得老师 是台北市 新北市的 他才会承租 而且你价值要高 为什么要做 因为这些银行 其实也是眼巴巴 看你走掉之后 这个价值会拉出来 有钱才会做 不然金管会一直管 一直 拜托 你们这些银行 还是有一半 根本一件都没有 一件都没有 银行好坏 所以我们以防养老 我们自己要求长命百岁 我多赚 银行希望我们吃好一点 走早一点 他好赚 也不是 银行其实在以防养老的时候 他每一个月给你钱的时候 他已经扣掉利息了 他利息已经在赚 但是你这样子慢慢... 十年的时候 到甚至十五年的时候 你拿到可能只有一万 我不知道 比如说三千 其实这时候 你就必须要再做一件事情 就是重新评估 重新评估 因为那时候也通膨了 对 物价也都涨了 其实我跟你跟你讲 我以防养老的时候 那时候押的房子的钱 是差不多... 我用最简单的观念 就是如果两千万房子的话 银行是以一千四百万 先给你打一个折 七折 七折 一千四百万来做你的 以防养老的 点击抵押贷款的额度 是 然后他再这样慢慢付给你 是 那你这样子 但是... 譬如说我们到现在来说的话 已经领了三年了 领了三年 我们是不是领了七十多万 是 但我房价其实已经涨了 我房价已经涨了超过一百多万 房子自己本身还在涨啊 对 银行还欠你钱 所以这就是以防... 为什么我都要叫他 以防养老的原因 不要一下子直接卖掉 还有你自己 还有你自己可以住在里面 对不对 是 你可不可以把房子 把分租 分租 是 都可以啊 你卖房养老你能吗 对 别直接卖掉 卖掉就切断了 我以防养老房子 而且房价帐也跟你无关了 地币老他还在涨呢 也跟你无关了嘛 对不对 房价 是 回到就是说 有些人认为子女会反对 其实 你稍微跟他解释一下的话 子女都会赞成 因为房价还在持续增长 对不对 是 还有银行不是 一下以两千万来算你房子 是一千四百万 对不对 是 然后譬如说 我领了三十年 七百二十万的时候 那这房子假设到三千万减 七百二十万的时候 你还有两千多万 是 对不对 两个小孩的话 一分还够啊 很好啊 黄教授 那你房子地点好 房子过那么多年 从事房地产 第一个考虑就 地址 对还是讲到另外一个话题 房地产本身就是要有价值 是 所以六都的房子才可能 以防养老 然后另外说 这些隆隆隆隆的问题 要最重要是要找律师 讲清楚 签明白 其实你们在签的时候 银行就引经找律师来了 就在旁边了 所以一个案子完的时候 我那时候办完之后 那律师就 当场就收三千块 他等于做见证人 然后另外一个说 如果涉及到子女的同意的话 没有 不需要 其实不需要 子女同不同意 其实不重要 法律上是不需要 不需要 但是想说大家 但银行是怕麻烦 就是说万一你一走 那子女告过来 告人 说我父亲或母亲那时候 引经失智 或者我讲的 有的没有的 所以银行其实是 做了很多的 可以说 超前准备 超前准备 房子 你如果子女告过来的 那些的动作 说其实继承人 是可以把房贷缴完 再买回来的 对 何况你买房子 你本来就要贷款 对不对 是 那你这房子 你就等借薪还旧 而且房子已经增值了 对嘛 对不对 对啊 怕什么 怕有 来 丽菲老师 什么姓名笔画的人 可以 财富自由 传说中的财富自由 每天不用上班 只要醒过来就想 我要吃什么 今天要去哪里 好 我们从名字的人格跟总格来看 像玉丰 她的人格是21 总格是39 中存的人格是11 总格是21 那彭教授人格是32 对到她的总格是42 好 那我们现在来揭晓了 从一个人格总格当中 你是不是以后可以一个 财富自由的人 但人格总格分别对到了 中存的11 15 17 还有玉丰的21 23 28 其实教授的32 也在榜上面 还有总41画的人 其实这个想要财富自由 它一定会牵扯到一个叫做 被动式的收入 所以当一个人 他一年的被动式的收入 大于他一年的总支出的时候 他就不用上班了 因为他这个人 就已经达到财富自由的资格了 所以想要财富自由的人 首先你就是必须要有 被动式的收入 那被动式收入 就是我们所说的躺着转 我不要花时间 我不要花体力 花脑力 然后我每个月 就有这样的钱进来 可是想要达到有财富自由 它就跟买房子一样 你事先是要有投期款的 财富自由 你也要有投期款 来做这样的一个投资 所以想要财富自由 它的前提就是一定要什么 截流 然后要开源 然后把你开源截流的这个钱 拿去做投资 那这个时候 你这件事开始做了之后 你只要一有钱 你就不断地去做截流 开源投资 截流开源投资 好 你就离这个财富自由的 这个境界就慢慢慢慢越接近了 那这些比划的人 他们之所以可以财富自由 完全就是因为他懂得节俭 然后懂得会开源 然后把这些钱拿去做了这样投资 我们就以这个先截流来讲 所谓的截流就是 他们会避免一些奢华的花费 但是这个也不叫做小气 而是说他很懂得他把他的每一分钱 都花在刀口上面 但是花在刀口上面 却不会影响到自己的生活品质 然后该享受的他还是享受 他慢慢这样 他就会累积到了一点点的财富 然后再去做什么事情 再去做开源 因为你想要财富自由 光靠你那一点点的薪水 那个死薪水存死钱 你是没有办法达到这个自由的 所以你要有很强烈的一个企图心 然后去找财源 那这些财源来了 增加你的这些一些收入 所以这个爆发力很重要 好 既开源 然后又截流之后 最后就把你省下来的这些钱 去做了投资 而且是投资而不是投机 因为有的人会把投机当作投资来看到 那他们也很懂得 所谓投资就是鸡蛋 不要放在同一个篮子里面 去分散他的风险 每一种的投资 他觉得有利可图 看长远的他都会去尝试 那他也知道高利润是高风险 那这些比划的人对于那种风险的承受度 其实他是有限的 所以他在投资上面 他都是把自己放在很安全的范围之内 所以年纪慢慢涨了之后 他们真的就可以做到了所谓的财富自由 那不管你是从什么地方开始的 你只要开始截流 然后开源 然后开始去做投资 那胆子稍微放大一点点 你只要抱着我是投资 不是投机的态度 其实你的未来的 是这种获利是很可观的 那开源截流对到的朋友 你现在如果说我根本就没有 其实不玩 你只要看到了 你上榜了 你现在还没有做 你永远不嫌玩 就怕你知道了而你没有做 你就很难变成了财富自由的人了 大家坐在一起好 好 来 刚刚有提到说 除了以防养老之外 还有一个捐防养老 对 我们今天这个钟淳 钟淳现在是担任 五子西瓜基金会的董事长 有很多五子老人 像这样 五子西瓜 最后老了以后会选择捐房 给基金会养老 对 那说他最主要这个基金会 是为什么会敢拿我们的房子 他可以替我们做什么服务 很多老人八十几岁了 另外一半走了 他没有子女 他有房子有什么用呢 他以防养老每个月 拿个十万块也没用 对他来说没有意义了 因为他可能也行动不方便 也失智 这时候他需要的是陪伴 他这时候需要的是 有人照顾他 所以我们就才会有一个 捐防养老的计划 那这个捐防养老 就是让你五子变有子 老有所 最主要这个基金会是为什么会 敢拿我们的房子 他可以替我们做什么服务 那我们的五子变花基金会 创办人是王建轩 王院长 那正派的 对 所以是大的 正派的基金会 那我们其实台湾2025年 每五个人就会有一个 超过六十五岁以上的老人 台湾的老人是急剧海啸来 就是2025年 2025年 每五个老人 就一个老人 就一个人是六十五岁以上的老人 所以以后养老人的成本 子女养老人的成本会很高 对 所以我们现在 不要期待养儿防老 这样子我们给他们的压力太大 是 所以现在我们这个 五子变花基金会 成立的目的 很多人就说 我小孩不孝 我可不可以来你们这边 这个住在天使居里面 我说不行 什么叫天使居 天使居是我们在两年前 我们收到一笔善款 东华出版社的遗孀 他没有子女 东华出版社的遗孀 对 他捐我们一亿港币 三亿八台币 我们就捐 捐给你们 我们买彩券也从来没赠过那么多 他就捐一亿港币 对 我要说的是 为什么他愿意捐 不是以防养老呢 其实你捐房给 就是你走了就是 留爱在人间嘛 人去爱留 那当然他不缺这个钱 他也没有子女继承的问题 所以他捐钱给我们 我们就以他先生的名义 盖了一个天使居 我们买地然后自盖自建 然后一共有五层楼高 我们是做长照 那也做中度失智的老人 他有一种是已经 没有办法行动的 他必须要长期卧床的 我们也照顾他 那什么样的条件的人 很多人说 那我可不可以住这个天使居 我们希望天使居的老人是无子 而且是孤独的无子老人 很多老人八十几岁了 另外一半走了 他没有子女 他有房子有什么用呢 他以防养老每月 拿个十万块也没用 对他来说没有意义了 因为他可能也行动不方便 也失智 这时候他需要的是陪伴 他这时候需要的是 有人照顾他 所以我们就才会有一个 捐房养老的计划 那这个捐房养老 就是让你无子便有子 老有所依 那我们是希望他能够住到天使居 来会像天使一样的快乐 那这个房子捐给我们 房子捐给五子西瓜基金会 我们就可以住到 天使居 那多捐一点 可以有不同的仓等 大家都一样 而且都是比外面的 还要更快乐的一个地方 那我们也不是随便去用这个老人 捐给我们房子的钱 其实这个房子是交给银行做信托 我们只是他的信托监察人 对 那他所有的医药费 他所有的营养补充品 这些十一柱型的东西 我们是要用收据去跟银行请款的 那银行也不可以随便去花他的钱 所以对 就是你老了再老后 变成一个孤独老人之后 那最后那几年 就是由我们五子西瓜基金会 照顾你到 对 趁我们还清楚的时候 没有糊涂的时候 被人家骗 对 清楚的时候 把它给一个正派的经营的 安全的基金会 来帮我们管理 我们最后的这段时间 对 跟我们的财产 是 那就放心了 对 日本是老人国度 他日本有很多失职的老人 因为没有这样的计划 那这些老人走了之后 他也失职 这些钱在日本被冻结 在银行的钱有六十兆台币 所以你会怎么样处理呢 就如果你是一个 孤独的五子老人 你有已经八九十岁 行动不便 你怕你失职 或者你已经是轻度失职的话 可以考虑用这样的方法 就是照顾你后面的人生 那你走了之后 这剩下的钱怎么办 就是去照顾那些 没有钱的孤独五子老人 基因得留爱人间 对 说但是其实 你们虽然是五子西瓜 基金会 但是你们也有遇过 因为孩子不孝 他是有子西瓜 有孩子的 因为孩子不孝 结果他把财产捐给 基金会的老人家 这个老人 经济状况很好 他让栽培孩子出国念书 孩子在美国 在国外成家立业 他老人已经要 已经重病了 要签那个急难的那个 当然就是交给我们 是做监察 我们就去帮他签 但我们也会打他 通知他的子女 赶快回来看看你的爸爸妈妈 他们已经快要不行了 还有子女曾经说 我的宠物谁来照顾 我没有时间敢回去 所以就老人就这样子 离开人间 就是留着遗憾 那有些房子圈给我们之后 这些子女就会回来 争这个遗产 说你们是趁我爸爸 脑筋不清楚的时候 夺我的家产 当然这个老人是有立遗嘱 我们才有可能去 是 对 所以当然碰到很多 这样的事情 有一个故事也是说 有个小孩已经活不下去了 他背他妈妈上山 上山想把他妈妈放在山上 让他自然的死亡 饿死 结果岩路呢 他的妈妈摘树枝下来 岩路丢树根 他就问他妈妈 为什么你要丢做这件事情 他说我怕你把我留在山上 你找不到路回家 所以这个儿子就觉得 我的妈妈还是这样子 这样子在心疼我 照顾我 他就大哭一场 就把他妈妈又背下山了 所以人老了 不是你要叫他死 是要老人活得好 好年轻人 大家一起活 而且要活得更好 所以我想这个是五指西瓜基因 会成立的一个目的 那我们捐房养老 就可以住到这个 天使中心 对 天使居 我们可以把我们的 SOP 几岁 因为我们现在刚开始 如果是一个九十几岁 跟一个八十岁的 我们会就先 让九十几岁先进来 因为床位很有限 那我们现在在长期做的就是 长照的人才栽培 因为现在要照顾老人 需要一些专业的医护 照顾老人也需要爱心跟耐心 所以我们长照的这些 全职的人员 我们会给他们的薪水 比外面高出一两万 就是我们要先照顾我们的员工 他才可以去照顾老人 照顾老人像自己的父母一样 而且照顾老人很辛苦 很辛苦 要很有耐心跟爱心 对 人老人很烦的 是 看小孩成长有一种希望 快乐 看老人 对 一般人就是 所以我觉得王院长做这件事情 很了不起 因为他不是因为他自己无子 他希望这件事情能够在台湾 甚至在亚洲 华人社会都这样做下去 所以我们未来希望大家 可以捐房养老 这个房子 你想要怎么处理 想要变成天使居 我们可以把我们的SOP 就是我们的这个规划的方式 我们可以教给你 传授给你 你也可以自己经营 都OK 对 我们是希望多照顾老人 我们现在的天使居里面 是有那个 是有AI的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老人 行动的足迹 如果他在哪里跌倒了 我们都会知道 或者这个老人怎么不见了 我们都会有那个 辨识的一些系统 还有老人经过哪里 他去厕所 多久了没出来 我们都会知道 所以我们的天使居是 是很现代化的 跟一般的养老院不一样 已经都完成了 我们可以去参观了吗 明年第三季完工 今年三月动土 对 现在地上是已经 往上盖盖到一楼了 OK 来 心中有大爱 一爱人间 我们问一下艾菲儿老师 哪些星座的人做得到 心中有大爱 那我们请观众朋友来宾 还有参考一下 你的太阳星座 上升星座 还有木星星座 那么在这个部分 我们来看一下 木星星座的原因是因为 在星盘当中 木星它是一颗宗教星 如果是说你有这个星星 是落在木星星座的话 那代表是说 你对于这个爱的这个部分 其实带有宗教情怀 那么有宗教情怀的 这个星座朋友 对于环保 对于慈善 或对于这个婴幼儿的照顾 或者是年老的这个照顾 长辈的照顾 其实就会愿意奉献心力 那我们首先 我们来看第三名上榜的星座 太阳跟上升木星星座 如果有落在水瓶座的话 那么你是心中有大爱的星座 我们来看一下 什么原因 他觉得众生平等 而且世界美好 那么名人当中 有谁是这个例子 我们刚刚钟淳所提到的 王建轩的院长 他的木星星座 就是落在水瓶座 所以大家知道 这个王院长他所推广的 不管是他的一些理念 其实都是强调这个众生平等 而且是世界美好 人与人之间 如果说你愿意用善的基础 来去看待的话 其实你所见到的一切 都是美好的 那么既然是美好的一切 那么你就要去身体力行的 去让这个美好世界 能够再扩大 那并且呼吁更多人 加入这个美好的世界 所以这个五指西瓜的这个创举 我觉得确实是一个新的理念 也只有这种水瓶座 这一种比较具有前瞻性的人 那么去呼吁大家 就是众生平等 那么既然众生平等 人与人之间不要做有所分别 那么爱可以是无限地扩大 所以心中有大爱 水瓶座算是能够 名副其实地上榜 再来看第二名的朋友 当大家都觉得害怕 当大家都觉得畏惧 或大家都觉得说 可能有风险的时候 这种比较胆大的个性 反而是一种优势 他会觉得说 这个时候大家不敢去买这档股票 那我觉得未来 可能会有一些这种反转的机会 那么这个部分 也是比较适于 我离基日式的这个特质 再来看第二名的朋友 太阳上升以及木星星座 如果落在射手座的朋友 他也是心中有大爱的星座 这个射手座的朋友 我们的玉峰是上榜的 那么是乐于奉献 而且是不求回报 那么跟我们玉峰 一样是射手座的 也是一个大家所喜欢的 我们的志玲姐姐 也是射手座的 那么射手座 他就会觉得是说 这一份爱 是来自于内心里面 想要去奉献 想要去帮助 在别人有需要 或在别人有困难的时候 这个射手座的特质 就觉得说 我能够有能力 在今天我奉献跟付出 我不求回报 那我在这个奉献的过程里面 我产生了更多的正能量 更多的自信 更多的爱 那这个部分 就是他心中的一个大爱 所以射手座 是绝对愿意去帮助别人的 再来看第一名的朋友 太阳上升以及木星星座 如果是落在双鱼座的朋友 也是心中有大爱的星座 双鱼座的朋友 是慷慨大方 而且是热心公益 我们的演艺圈里面 也有这样的例子 就是我们张伟宗 张老师 他也是经常的 去做一些这种 慈善的工作 他常说的 我是听来的 双鱼座的朋友 是慷慨而且大方 那么他们会愿意 把他们所获得的财富 跟喜悦 分享出去 有上访的朋友 水瓶座 射手座 还有张伟宗老师 双鱼座 给大家做参考 来 今天聊到 有土司有财 养房子就像养一个哑巴儿子 很乖的儿子又不啰嗦 多了一个活用的理财工具 我们这边问一下彭教授 您现在已经财务自由了 您投资房地产的心法是 反向操作 您当年在投资房地产的时候 对 这跟巴菲特的理论一样 当别人贪婪的时候 你要恐惧 当别人恐惧的时候 你要贪婪 所以您贪婪了几次 像股票大涨的时候 你最好不要进去 是 叠光了 政府都说要 国安基金要进场了 那你就要去了 一样嘛 房地产一样 因为这就是经济学的 景气循环 你一定要跟着景气循环 所以您当年贪婪的时候 是哪几个时机 就是大家都不爱台湾的时候 大家都下跑的时候 下跑的时候 中美断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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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次房地产 对啊 中美断交那时候 那次房子跌了多长 石油危机 跌了一塌糊涂啊 那时候动画来录 一瓶就三万块吧 当年大家都在看衰的时候 69年 一瓶就三万块 他们就跑掉了 活该 好 当年几个 一个台湾退出联合国 那时候大家都很害怕 对 退出联合国 然后中美断交 就是美国承认中共 美国承认中共 那一次 也是 然后后来还有一次SARS SARS SARS我们这个年纪比较有碰到 想说他们怎么没买 我买了 我也买 我那时候买法拍屋 三拍都没人要 你们太过分了 我们这次肺炎的时候 我们就想说 房价跌 房价跌 这次谁也不跌 怎么不跌 没了 这次没了 你那时候为什么有 那么有自信说 你一定活得过SARS 不好意思 你看统计 其实包括这一次的新冠 死亡率多低 最多吧 今天台湾是算高的 5%好不好 其实95%都是 还是可以活下去的 对 你看都被你交汇了 现在这次房价都不跌了 但是我觉得冯教授 真的是很厉害的 因为那时候SARS的时候 我刚出道 然后我被派去和平医院 我一看到那边的时候 我还没下车 和平医院就疯了 我就说不要停 赶快回公司 回到公司的时候 公司也疯了 你们从和平医院的 不准进来 回家 然后回家 爸爸也不让我进去啊 我们就一台车你知道吗 那采访车就说 我要回家了 我要下班了 你们两个记者到底要送哪里 没有人要收啊 变人球 那时候真的 那时候就真的 真的是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办啊 然后就觉得说 好像活不过明天一样 后来公司在另外住一个地方 把所有跑疫情 跑SARS 跑和平医院的往那边塞 然后就觉得说 你们这一群人 你们就自己活下去吧 没有明天的 发挥你们的大爱 对啊 我们就每天做新闻 都觉得说 不知道可以做到什么时候 我被送到香港 涛大花园采访了 去了一个礼拜 那时候女儿才两岁 主播被丢到那里去 我说这比伊拉克还要危险 那你那时候 那么危险的时候 你怎么会想要买房子 觉得我这么辛苦 这么辛苦赚钱 我如果不换大一点的房子 让自己舒服一点 觉得心有不甘 如果这样就走的话 反正就是活过来了 我就赚到了 给它拼了 如果走了就走了 那也不管了 活过来就赚到 那时候我三十五岁 我就去信义计划区 看到一间房子 烫金门牌松自备的 真的是很低 房价很低又可以杀价 所以我那时候 就进场买了房子 所以这也是看个性 在最坏的局势里面 有人是乐观的个性 有时候好的局势 有的人就是悲观 就是不敢 对 对不对 来 我们问一下朋友说 说很多人想捡便宜 买法拍屋 说但是法拍屋 其实没有那么容易入手 对 现在大家都知道 法拍屋便宜 不能进去看 你看常常一个物件 常常六十几个人去标 最近不是 三拍的标的价钱 居然有人得标的时候 是超 等一拍的那时候的价钱 超 它加价加那么高 那它二拍的时候 怎么不去 我都在想 所以最近 有点 大家就是一窝蜂 就像台湾买航运股一样 那一窝蜂的 其实他们 其实法拍屋真的要下功夫 是 要做功课了 要做功课了 那我就问您 那您毕竟资深 也看过的历史 比我们长 比我们远 您现在有没有闻到哪边 有什么机会 现在不行 您现在闻到都没有机会 我给你一个建议 如果到二拍 到三拍 二拍到三拍 如果又是点焦的话 那就表示房市很差了 就大家都不来买 因为你想一拍就是八折 一千万一拍就八百万 二拍就六百四十万 年六百四十万 大家都不来的时候 就表示房价一定很差 那时候 其实反而就是进场的时候 就是可以考虑的时候 二拍到三拍之间的时候 如果现在没有 现在没有 现在没有 而且要买点焦不点焦 都有很多黑道绽红 现在还会有吗 有有有 现在很多 蟑螂啊什么 很多啊 你看四围路那个地方 有一个别道很有名 它就不停地换白布条 一般的白布条 风吹日晒雨 你不是都会变黄色吗 它就是一直换新的 一直跟你说 就是里面有那个 有黑道霸占 告诉大家说 这里面有黑道霸占 那什么意思 就是希望大家 不要去拍这个房子 这法拍屋标道的话 七天后要全脚清啊 这个有点麻烦 要那么多节 其实法拍屋 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你要有一个 非常信赖的代书 而且他是非常专业的 是 代书一般来说 至少是要有提供两样 一个是专法律的 等于法律的顾问 是 另外一方面就是 财务的顾问 所以他代书是身兼两者 那我这边问一下彭教授 那您的观察现在的房市 有哪边是可以入手的 还有机会 整个台湾来看 这两年是南部比较好 就是特别是那个 因为台积电到了南科 整个的南部的房市都大涨 你现在去已经来不及了 两年前 如果你在那个荒荫漫草的 那一个南科旁边去买 你现在可以退休了 所以很多座谈会要参加 好 来 艾菲老师 哪些星座的人最懂得 危机入室 请观众朋友参考一下 你的太阳星座 还有上升星座 那么有上榜的朋友 在这个房市的部分 或者是各种投资的部分 他会逆向操作 大家不敢去的时候 他反而觉得机会比较大 首先我们来看第三名上榜的 太阳跟上升星座 如果是牡羊座的朋友 你会比较懂得危机入室 什么原因 这个危机入室 就是需要有一点勇气 而且要大胆的前行 当大家都觉得害怕 当大家都觉得畏惧 或大家都觉得说 可能有风险的时候 牡羊座的这种比较胆大的个性 反而是一种优势 他会觉得说 这个时候大家不敢去买这档股票 那我觉得未来 可能会有一些这种反转的机会 或者是说景气 现在已经到了最低的低点了 那么牡羊座本身在有 个性上面是比较属于勇气十足 而且大胆前行 就好像在最早的时候 AZ疫苗大家都不敢打 但是就会牡羊座的人 就愿意去先打 那么这个部分也是比较属于 危机入室的特质 再来看第二名的朋友 两个房间 两个房间四张床 然后这个是女人看了会尖叫的 就是医务间嘛 是 就是然后所有的家电设备都有 就是Bosch 就是德国的这个家电品牌 奉劝大家最好用当地的币值买 因为你不会受到那个汇率的 这个波动的风险 因为这几年台币一直升值嘛 看第二名的朋友 太阳跟上升星座 如果是天蝎座的朋友 也是在这个个性上面 也有危机入室的一个特质 什么原因呢 天蝎座的特质是 它懂得分析时局 而且把握机会 所谓的危机入室 其实并不是说最坏的时机 而是说它懂得 用比较长的这个时间流来去看 这个时间或这个时机 在整个时间的长河当中 它是站在哪一个位置点 那么对于天蝎座的朋友来讲 他们比较喜欢研究历史 也比较喜欢研究整个 比较长时间的一个动态的一个局势 他觉得说在这个局势当中 如果在这个机会点 我能够抢占先机的话 超前部署 那未来我可能会在这个部分 能够有力的翻身 所以天蝎座的部分危机入室 绝对不是单平的一个勇进 或者是冲进 它是能够分析时局了 并且掌握一个机会点 再来看一下第一名的朋友 太阳跟上升星座 如果是双子座的朋友 也是能够懂得这个危机入室的这个星座 什么原因 这个双子座的朋友 它是能够做到超前部署 而且放手一搏 这个超前部署的意思就是说 它也是从一个比较策略性的一个角度来看 它觉得说只要这个东西不倒闭 或者只要这个机会不停止 只要这个基金 或者这一档股票 或者这一家公司 能够持续的运行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的危机 只要它能够顺利度过的话 那么一定能够翻转这个红运 那么对于双子座的朋友来讲 因为它的星座特质 就是有两个星座的内心 它会互相的去跟自己对话 并且分析出一个最佳策略 所以双子座的朋友 在面对危机的时候 它会不断反问自己 这个时候该不该要出手 或者说我出手以后 在等待什么样的时机以后 能够顺利地获得我想要获得的梦想 所以超前部署放手一搏 是双子座的特资 有上榜的朋友 母羊座 天蝎座 以及双子座的朋友 都是懂得危机入市的星座 给大家做参考 谢谢老师 我们常常聊到说财富自由 那说财富自由 到底财富是什么 财富自由是说 我不用为钱上班 不用看老板脸色 我就已经有钱可以养活我 对不对 那您这本书 想脱乳脱乳 脱贫脱乳 不用做到死 现在就开始让房产 股市养你后半辈子 好 听起来是不错 裕丰 你今年几岁 我今年应该四十一了 你四十一你就财富自由 我听说传说中 你是富二代 对不对 家里很有钱 没有啦 也没有那么有钱 我们也是那个 念大学的时候 我们也是读书 读辅大 然后就学贷款 然后一出来的时候 就欠了五十万 所以我那个时候 我那时候就考进这里 就是摄影棚的这间公司 我那时候觉得 应该是没问题的 就钱还是不够用 因为还要付贷款 说你的财富自由的筹码 其实是来自于你的 金钱 对 我那时候 因为就在这里上班 然后就买这附近的房子 你想想看09年那个时候 其实像宋春姐她是03年SARS 那那时候其实我非常的生气 因为从03年开始 那个房价飙的 我在书里面讲了 就四个字 无法无天 那个房价一直飙 而且这是你看完 你决定要买了 还没下定 它又涨了 一日三逝 所以到09年的时候 我就放弃了 我就想说打不过你 那我就加入你好了 我就赶快去买了 然后就买在这附近 我觉得那房子对我来讲 真的是Key Gage 非常的好 你那时候薪水多少钱的一月 我那时候在这边 大概是七万多 对 我们是老三台 老三台七万多是应该的吧 所以 可是那时候贷款的压力 还是非常的沉重 所以我就是跟长官讲说 我去跑乘班新闻 为了养那个房子 我去跑乘班 乘班的意思就是 五点要到公司来 然后做待业的带子 但是有个好处 我中午就可以走了 我中午五件新闻播完 我就可以离开了 离开去哪里 我就去五分谱 披衣服 然后就到东区 我在这里上班 然后我就到东区 去百路边摊 真的 真的 好厉害 当年三台算是大记者 大新闻台 那是我那个年代 他太年轻了 大新闻台 哇的记者 你去摆地摊卖衣服 很拼 能去能生 而且那个时候 其实东区已经开始红了 那时候东区都是一些什么 很高级的国际电所品牌 进驻的 所以你就是要摆路边摊 你也不一定有位置 但是我因为一件事情 我就可以正式立足东区 因为那时候刚好在操 就是大家在追摊贩的时候 大家都跑来跑去 但我就想说 我应该也还好吧 我有什么好跑的 结果最后我就变成 他们就把我献祭 就是当成就是 交差出去给警察开单 然后那一次就是被扣摊价 然后又被开 然后上了警车 就到了警察局 他们就觉得说 这个年轻人 个小很好 充容就义 警察局都是我朋友 我进去也真的是好而已 但是那一次事情之后 他们就觉得 这个年轻人还不错 而且还救了大家 所以就慢慢的 有那个房子之后 我觉得后面都非常的顺 就是我只要 我买了房子的时候 其实压力也蛮大的 我投机款根本就不够 然后我是买 然后不够的钱 我去跟好朋友借 所以你其实当初是为了 想娶老婆 对 然后你就先硬头皮买了 对 我就是先买了 我是买了再回头 再来找钱 不是 你总是有东西 你家才会嫁 我是真的是买了 然后再回来找钱 我是先跟人家签约 房子其实只是签完约 你就可以结婚 娶老婆了 对 有点诈骗的感觉 先生比他厉害 我们就是 我们就是呼隆着 就过了嘛 对 就过关了 然后那个房子其实 因为当初买的时候 因为太多人太抢了 那是我自己住的社区 然后我就在附近而已 然后我就想说 离我公司这么近 我一定要买到 然后我还想说 我不要让大家知道 我很焦急 整个社区都知道 林先生想要买房子 后来价钱就整个轰高了 轰高了之后就是变成说 支备款不够 再去跟朋友借 但是那房子对我来讲 非常的棒 后面都带给很多的财富 然后说你这一间 去二胎很多次 很多次啊 我就是只要有投资的机会 我第二间房子是我的设计师 我第一间房子的设计师 我那时候穷到没有钱找设计师 但是又不敢自己画图 我去找我的小学同班同学 美术最好的那一个 我说你帮我围着 我们就这样子弄了一个房子 后来有一天那设计师就说 有一个房子你还不要买 我就去了 去了我就买了 回头我发现我没有钱 钱又不够 根本没有钱 因为第一间房子 然后我就拿第一间房子 去重新的建价 那时候房价涨了 所以我从那间房子给拉出来 从第一间房子 比如我资金的航空母舰 我拉出来之后 去付第二间的房贷 的投期款 然后后来慢慢房贷 就靠着百路边摊还还还 还不错吧 后来那房子就赚了一点点 他是 你这是真敢 对 这是真敢 对 然后很多人来投资商办 商办租人说 有本钱进入美股 你在美股有滚到八位数 那每个人对投资的那个胆子 是不一样的 他们为什么名下会有房子呢 而且会有很多房子 有一种人他是这样 他很喜欢投资 可是他很保守 对股票基金投资这些 他的胆子很小 他实在是不想为了这些数字 每天上上下下 让自己商老金 所以他的投资 他一定要看得到摸得到 那就是不动裁 你在美股有滚到八位数 二十百千万 十万百万千万 应该有 因为我觉得运气非常的好 我觉得我真的就是 就是运气好 没有其他的 对 我有个同班同学 然后他以前在当证券 证券营业员的业内 然后那时候我都买台股 他就说你应该去买美股 可是买股那时候相对的 就是不那么的方便 那你很多东西 你开银行的开户 你都用英文 后来就是一个字 一个字查 然后就是买了 买了之后我觉得运气非常的好 过去刚好美股十年大多头 就是刚好翻了几倍 你买到Apple是不是 有啊...Apple还是有啊 手上还是有一些 那就十倍了 你的座谈会 我们一定要去好好地 逼问他的故事 到底怎么操作了 来...我们这边问一下钟淳说 您也有投资房地产 就除了SARS那次之外 我先生是你学长福大的 他也是为了娶老婆娶我 他就在光复南路 买一间小房子 然后娶了老婆 老婆帮他还 这一招更厉害 也是一种诈骗 我觉得福大出外的都是这样 福大出外的都是这样 所以就是因为过去当主播 有不错的待遇 说真的 所以我才愿意去香港的 韬大花园采访SARS 冒着生命危险 一切都是为了钱 为了赚钱 所以就是刚才玉佩老师讲的 我们会把钱先省下来 我那个时候的年薪其实很高 那时候也不会去追求名牌 那个就是第一桶金 就买了现在的房子 买现在房子不是长了好几倍吗 就征贷 台湾的利息很低 只有1.3 就征贷 征贷一点点钱 我去海外买不动彩 我喜欢选好地点 我现在住的地方是 台北湾101旁边 所以我去基隆坡 我买在Twin Tower 双子星塔的旁边 所以也算是很好的房子 它顶楼有很不错的公社 就是有那个无边界游泳池 这是夜景 这是我们的游泳池 这是晚上我在我的房子的 顶楼拍的 这个Twin Tower 然后在这边是 基隆坡塔 人家网红在泳池边 都是三点四 主播还是穿套装 对 太皱皱了是不是 没有身材 那这是白天 白天的景观 然后这是我房间 我买了那个 在国外是10坪 台湾的公社很高 在国外你买的房子就是10坪 你买30坪 室内就是30坪 所以这个30坪很大 两个房间 两个房间四张床 然后这个是 女人看了会尖叫的 就是衣物间 是 就是 然后所有的家电设备都有 就是Bosch 就是德国的这个家电品牌 所以一卡皮箱可以搬进去住 那去那时候看了就很心动 去玩三天 第一天吃个Buffet自助餐 第二天就下定就买了 第三天行李搜索我就回来 然后就跟我先说我买了房子 他说你去买菜吗 怎么三天回来就花了 一千多万买这个房子 那我跟他说 其实在台北市 一千两百万 买不到这样子的 无敌景观的房子 你在吉隆坡 这个是一千两百万 对 我用现金买的 奉劝大家 最好用当地的币值买 因为你不会受到那个 汇率的这个波动的风险 因为这几年台币一直升值 对 我过去 比如说我是用十块台币 去换一块马币买的 现在换马币只剩下七块了 只要七块了 等于这个房价 它如果涨没有超过三十%的话 我在汇率卖掉 我汇率会折损很多 对 所以最好是用当地的币值 去买当地的房子 我会给大家这样的建议 这些人就是很爱做功课 对不对 很爱研究嘛 对不对 一定 这个很好 来 我们问一下玉培老师 哪些姓名笔画的人 房产很多 好 我们看的呢 还是人格跟总格 所以大家把人格总格 笔画拿出来对对看 你的房产是不是很多 不会吧 好 人格总格呢 分别出现了 十六 二十五 三十 三十五 三十九 这是玉丰的 四十二这是教授的 四十七跟五十二 我只列了前八大 其实后面还有一些数字没出来 好 也就是说人格跟总格 只要有这些笔画的人 只要他愿意 在他名下最少有一间房子 最少 那就看他还要不要再继续 那每个人对投资的那个胆子 是不一样的 他们为什么名下会有房子呢 而且会有很多房子呢 有一种人他是这样 他很喜欢投资 可是他很保守 对于股票基金投资这些呢 他的胆子很小 他实在是 不想为了这些数字 每天上上下下 而让自己伤脑筋 他更怕自己的投资呢 到最后那个数字泡沫化了 然后他赚到了 是一大堆的币子 所以他的投资呢 他一定要看得到摸得到 那就是不动产 所以刚开始呢 有的人是因为怕钱不见了 买股票钱不见了 所以他投资了房子 那企业呢 大部分都是从小房子开始了 以小换大 以旧换新 以远换近 慢慢慢慢慢慢 让自己呢 在迷向的房子就增加了 这是一种 第二种人呢 他就是很喜欢买房子 其他的投资呢 他都没兴趣 那也很会看房子 到处看房子 到处问房子 到处找地段 看到了喜欢了 然后杀价 然后他就买了 那有的人买了之后 他价格买得很好 可是他不愿意卖 他哪来干嘛 租给别人 所以他每个月 就有被动式的收入 那有一种人呢 他买了之后 他养房子 像这种人 这种笔画的人 也很喜欢买地 他养地 那等到时机好的时候呢 获利了结 他把它卖掉 然后呢 他再继续买房子 所以他的房子呢 很多 但是呢 都是进进出出的 但是这个笔画 还有一个特质 有的人 他的名下 看起来没有房子 实际上他很有房子 原因是因为 有的人 他的名下 不方便有房子 所以呢 他会借名登记 他把房子呢 登记在子女啦 配偶啊 亲友的身上 亲人的身上 当然这个 会有一些 这个公正的手续在啦 来保护他的不动产 所以不知道的人呢 会觉得他是无壳蝸牛 其实他是有壳蝸牛 而且非常非常多的 这个店店吃三晚工的 当然还有些 这些笔画的人 他自己没有买房子 可是他命好 他的不动产 大部分都是来自己赠予 掌上给他的 接收来的 他不管怎么说 对 人格总则 有这些笔画的人 不动成运 真的是很好 当可以的时候 市场很好的时候 不妨啦 可以试试看 给自己准备一桶金 这一桶金呢 就是你未来 以防养老的金 给大家参考 好 来 周恩君老师 数字测验 未来一个月 我在哪边最富足 八六三二 七五六一 四三二七 五二四六 跟九零七五 对 我们来看看 来 玉峰 我要挑八六三二 八六三二 来 你 四三二七 四三二七 来 教授 五二四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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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六三二 八六三二 九零七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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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五六一 每人选 给我 对 好 那我们先来看看 四三二七 四三二七是 中腿 还有观众朋友选的 我们来看看 在哪一方面是最富足的 叫身心均衡 开心自在 身心健康最富足 是 因为精神好 情绪好 不借钱 物意也不高 那身心均衡 开心自在 所以说你走到哪里 都是非常富裕的 那个就心里没有一种 自足的富裕感 那那个富裕感会让你很快乐 那当然就是身心很健康 以现在的状态是 身心最健康是最重要的 谢谢殷勤老师 所以说其实也蛮好的 那我们再来看看 七五六一 七五六一是 赌铃哥选的 观众朋友选的 到底是在哪一方面最富足 我们来看看 对 四如破竹 直上清延 是工作顺意最富足 所以工作上面 其实是很快乐的 工作上任何的问题 都难不倒你 所以说非常的快乐 那整个业绩上 如果说观众朋友 选到这一组来讲的话 整个业绩上是长虹的 会非常快乐的 没有任何的压力 长官同事都很喜欢你 所以说你是顺心如意 在工作上面能够直上清延 非常非常的快乐 那个叫做工作顺意 最快乐 是 再来我们看看五二四六 五二四六是彭教授选的 还有观众朋友选的 我们来看看 这个叫 人脉活络 自舍可乐 人言高涨最快乐 就人言上面急速的攀升 处处都受欢迎 不管是 不管是异性的朋友 或是同性的朋友 或是新朋友老朋友 大家都非常喜欢你 到处都受欢迎 所以走到哪里都是会 非常非常的快乐 所以说是 人言高涨方面是最富足的 好 那再来我们看看 八六三二 八六三二是 李老师选的 还有那个玉峰选的 我们看看到底是在哪一方面 是最富足的 这个叫 财人见顾 口袋饱饱 财富自由是最快乐 最富足的 对 因为财神的见顾 所以说让你是口袋满满的 没有缺钱的问题 金钱上的调度都没有问题 不管是大资金的挪意 小资金的挪动 都没有问题 所以说是 只要有钱 就是只要是在钱方面 都能够轻松自如 不用算 不用考虑 下一步 你要用钱 根本就不用想下一步 所以说是在财务方面 是财有最富足的 再来我们看看 九零七五 九零七五是艾惠尔老师选的 还有观众朋友选的 到底是在哪一方面 是最富足的 这个叫 先人止入 点石成钉 就是投资获利方面 最富足的 虽然你没有办法 像他们财富自由 钱本来就在口袋里面 但是你只要一投资 都能够获利 投资都能获利 都是 投资方面都是能够出神入化的 所以好像是在先人在引入 让你能够点石成钉 所以在金钱上面 是非常不足的 投资理财非常好的 也是一百分 谢谢老师 来 跟观众朋友推荐这一本 翻身上班族的 财富自由之路 林玉峰 谢谢 我们也期待他的座谈会 去现场跟他讨教一下 好 一定要来 谢谢老师 谢谢来宾 感谢您收看 拜拜